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威 這次要介紹是魂WEB商店限定 SH FIGGUNS 真骨雕製法 CAMMAN RIDER OZ TAJATRU COMBO ATANITY 先來說說印絲與暗可這兩個角色長達10年的緣分 大家基本都知道TV版最後的結局是暗可犧牲了自己 讓印絲最後變成鳥連組打出最終一集拯救了世界 而印絲也在最後踏上了想要復活暗可的旅途 接下來的印絲不管是自己的劇場版 還是以前輩的身份客串其他人的劇場版 基本都是苦大仇生 一邊尋找著復活老婆的方法 一邊用自己的善良開導後輩 而暗可在這10年間也登場了兩次 一次是從未來回歸拯救印絲 給了印絲暗可未來一定會復活的希望 一次是藉著敵方科技短暫復活與印絲再次相逢 雖然暗可的復活總是三過家門而不入 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當年在電影院 裡看假面騎士平成世代 巔峰決戰劇場版時 印絲與暗可在空中相會 底下觀眾不分男女都發出了 終於呀 等你們很久了 哇哭哇哭的興奮讚嘆 可見觀眾對於這隊 比牛郎之女還慘的夫妻黨怨念有多大 所以原班人馬回歸的奧茲10周年特別篇 除了有情人中成眷屬之外 你告訴我還能拍什麼 哈哈哈 我幹你拉腾的東映 假面騎士奧茨永恆鳥連組 內容物包含本體 替換兩種瓶手各一隊 左右手握配件一個 變身器與扣硬幣輔助零件一個 三枚三色硬幣 四枚鳥連組硬幣 與組武裝盾牌一個 說白了 這型態在劇中也不是什麼腰帶update 不是主角威能臨陣物招 也不是夫妻合體技 他就是毫無鋪陳 沒有合理設定 憑空為了賣周邊而出現的心態 我覺得萬代後來心裡應該很幹 當初放消息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隻都興奮的稱為結婚鳥 理應是隨便做都能大賣的 結果片子真正出來後 靠北這東西卻是讓觀眾氣炸的熟寡鳥 那就完了BBQ了 這東西沒設定又不討喜 萬代在品質方面就不能敷衍了事了 所以你能看得出來這隻在塗裝方面 的確是有下功夫 而這隻基本就是鳥連組 老鷹部分局部換件 額頭的部分多了暗克招牌的髮型特徵 左右邊的翅膀裝飾零件也是新的 然後塗裝變得更為華麗 至於為什麼是塗這四個顏色 我沒有什麼心思去揣摩了 反正塗裝還不錯啦 不過這半顆新零件的頭 做得比原本的鳥連組還大顆 所以這隻會有頭過大 身材比例跑掉的問題 而且臉部的透明件透明度也不太夠 小扣分 這隻畢竟塗裝工序比較複雜 又要烤漆質感又要漸層上色 需要塗裝的線條細節也多 小瑕疵缺陷在所難免 但這隻不是像神主牌DCD 或者是迪卡出版那樣 百分之百的QC異常 所以網路上的災情 我是當成個案來看淡 但開盒時的確有賭運器盲盒的成分在 這點各位要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奧齒的腰帶整體結構沒變 這隻的賣點就是那三色硬幣 老樣子這硬幣非常小一顆 而且沒有給備用的 然後硬幣裝在腰帶裡是沒有卡扣固定的 所以掉了絕對找不回來 你甚至都不會發現是什麼時候掉的 玩家在裝的時候建議背面貼個雙面膠之類的增加摩擦力 免得掉了枯死 老鷹以下的孔雀與凸鷹部分就是單純兼用換色 看點就是手上的盾牌雖然模子沒變 但表面的三色漸層塗裝質感跟精緻度都很高 這盒還給了四枚鳥蓮組硬幣 加上腰帶的三枚就能湊齊盾牌裡的七個孔位 不過同樣要注意小硬幣掉了找不回來的問題 身體部分的紅綠配色有人覺得好看有人覺得突兀 但東映神美感嘛多奇怪都不稀奇 這隻比較討厭的地方是鳥蓮組原本的換裝零件 如雞爪背後翅膀通通沒給 但斜了門的永恆鳥還比鳥蓮組貴了快兩千日必靠 背後的孔雀羽毛只有連結身體的部分有一點小可動 其他整根是硬的幾乎沒有渴完點 而且這孔雀開屏擋著也沒有辦法裝鳥蓮組的翅膀 我不確定是能不能硬裝啊 因為沒礙我懶得去測試了 比較的部分 永恆鳥在劇中一方面是經費不足所以特效用的不多 一方面是裡面的人不是高隱成二了 所以動作不夠原汁原味 合理的解釋可以說成因為戰鬥的是暗可不是硬絲 所以戰鬥風格跟大家熟悉的動作很中二的鳥蓮組完全不一樣 細節的部分 心的頭耳朵的部分沒有原本鳥蓮組這麼銳利飄逸 五顏六色塗裝好不好看也是見仁見智 唯一優點的話就是暗可的金毛特徵 但這設計SI系當年也玩過了 所以也稱不上是一名驚人的亮點 好在的是論整體塗裝兩隻該亮的該消光的 細節該塗的都沒有差太多 而且我個人比較喜歡永恆鳥的盾牌風格 不過永恆鳥背後新的孔雀開屏可動設計的不好玩 然後沒有鳥爪翅膀配件還比較貴是真的很扣分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這一隻的全身可動跟原本的鳥蓮組是一模一樣的 那比較討厭的地方就是它背後的這個羽毛啊 因為可動不是很好整理 所以你常常在把玩的時候捏著背後 整株羽毛就會亂掉 所以這個部分設計的不怎麼樣 肩甲的部分是一個幅度非常大的外拉式結構 然後肩膀連接身體是一個很大的球關 肩膀本身有一個上台可動 那因為領子這一塊會稍微卡可動 所以你要稍微把肩甲往外拉之後 再把手臂往上台 它的這個肩甲就會跟著讓位 有一個差不多90度的可動 那肩膀本身是球關沒有外拉式結構 所以整個手臂往前的可動就是這樣 離雙手持肩還很遠 上臂平面迴旋手肘二重關節 然後手肘中間還有一個左右旋轉的可動 以前還蠻怕這個可動出事的 但是現在好像也習慣了就是這麼回事 反正在動這個手肘關節的時候 要放輕力道避免把它折斷就是了 手腕的部分是類轉輪加球關 盾牌是以球關的方式連接在它的這個手腕的部分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左右的可動 不過因為它的這一個下臂的部分 沒有設計一個平面迴旋的關節 就算只靠它這個球關也沒有辦法把它盾牌轉90度 所以沒辦法做到像劇中那樣子 整個盾牌轉到正面來 然後發炮的一個動作 脖子是二重球關前中央角度還算夠 後沒問題 但是它的這個領子就會卡它的轉頭 所以原本沒有阻礙的轉頭呢 到了這一支就會變成差不多只能轉成這樣 扭頭沒問題 腹部二重關節前可動還不錯 後也沒有太大問題 轉腰扭腰 那這支在動它腰部關節的時候 只要注意就是不要動太大 把它的這個腰帶裡面的硬幣給晃出來 這樣就麻煩了 寬部是單向的前跟開 然後球關的平面迴旋 它沒有下拉式可動 它的可動就是已經留好空位了 所以整個可動往上 大腿上台的話可以到差不多將近90度 它的這一個側面這一塊是稍微可以翻起的 這個部分就是用來增加它的可動性的 膝蓋二重關節 然後它膝蓋同樣也有一個跟手肘一樣的左右旋轉的關節 所以在轉膝蓋關節的時候同樣力氣要放輕 平面迴旋的轉動沒有問題 但是要小心就是它的這個金屬塗裝的邊緣 跟它寬部互相摩擦有可能會掉漆 那這支的腳踝可動還不錯 腳踝關節是獨立可動 然後腳踝本身是各種單向關節 前後旋轉接地很棒 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都很漂亮 奇怪這種接地關節應該是標配才對 但是SHF就有些好有些不好 高貴之一向是真骨雕的強項所以沒有問題 孔雀羽毛的部分 它這每一根連接身體是用一個球關 但是它最大外開也是有到這樣 而且它是沒有什麼摩擦力的 所以它會垂下來 所以它每一根羽毛呢 因為本身可動性不好 然後又容易亂跑 所以在背後垂著其實很容易亂掉 然後它這個羽毛本身 這一個部分也是沒有可動性 整根是硬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可動的變化性 所以這個羽毛呢老實說 除了很容易亂掉之外 它對擺動作 對把玩上沒有任何的好處 很雞肋的東西 結論 先不管東映神眉感配色奇葩的部分 單就商品來說 除了沒配件還變貴 跟盲盒QC這兩個慣例外 萬代這次商品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出在你們買現在就不會送 所以不管是這次做得怎麼樣 反正我不喜歡 也不推薦大家買 幹你東映 以上就是本次SHF真骨雕製法 假面騎士 陰孔舊 永恆鳥聯組的介紹 下期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那喜歡阿姆維登章 請記得訂閱阿姆維登章 阿姆維登章 阿姆維登章 我們下個片段再見 掰掰 &領啊 顏色列文說明 氣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